一碗内超过五种生鱼片 再来看看这个炙烧干贝鲑鱼 还有满满蟹膏的组合 另外还有日本甜虾 跟黑鱼金三角的中级海鲜丼饭 每样料理都超吸睛 这家近期在东港华侨市场 迅速闯出名号的 是一对爱好烹饪的伙伴 一同开业经营的 希望把美味新鲜的料理 带给到访的乡亲 我们两个后悔来看 大概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外地工作 都从事餐饮业大概十几年 然后这个更久一点 对然后我们一直在外地工作 想说有机会刚好有这个地方 可以回来做 刚好我们认识很久了 然后我们专攻不同的领域 他们两个有事聊到 就刚好他做日料了 我做中餐的 然后就回来 然后一起开这个餐厅 除了各式经典丼饭 还有特色生鱼片及寿司 样样新鲜味美 深受顾客青睐 他们的口感吃起来就是 生鱼片吃起来的口感 跟外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他们的比较新鲜啦 吃起来的感觉 比较 不是烂烂的 就是生鱼片吃起来不是烂烂的 我喜欢他们的那个生鱼片丼饭 就是整碗满满的生鱼片丼饭 很好吃 最主要就是我们吃就是鮪鱼啊 然后就主要是鮪鱼啊 因为屏東其实最有名的就是鮪鱼啊 因为屏東也有三宝鱼跟猪脚 还有莲屋吃到饱 所以呢 在来东港这边当然最主要是 他吃他的鮪鱼的口感 因为这家店 东港的鱼货就是新鲜啦 这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最主要是 再加上这家店的师傅的技巧 然后老板这边用料也很实在 我觉得他的鱼肉 相对来讲普遍会比较厚一点 所以吃起来口感就很扎实 另外现正值黑鱼鱼季期间 店家除了各式新鲜味美的海鲜料理 也把黑鱼金山脚搬上桌 要让顾客吃到最当季顶级的 美味黑鱼鱼 我们今天出来的餐 第一道菜是海鱼鱼腹洞 然后第二个是鲑鱼干杯松松粥 都是洞饭 然后最后也是洞饭 它是我们的那个最昂贵 食吃的最好的洞饭 就是Mess Jockey海鲜洞 里面有黑鱼鱼的金山脚 然后有最大的甜虾 还有海胆 日本的海胆 还有日本的干杯蟹膏这一类的东西 它是鱼质最丰富的 而且它是鱼本身最好的部位 所以它属于入口即化 就像日本河牛A5的系列一样 它吃起来有鱼香味很浓厚 那没有金入口即化 吃起来非常的棒 我们用这边东港现有的鱼货 新鲜的鱼货来制作日式料理 比如说鲑鱼器这一类的 都从当地鱼货直接运送过来这边的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金 就像去挑鱼货有不同的惊喜 不断把创新元素注入料理中 业者期盼来访的每一个顾客 都能吃到不同的惊喜 吃进嘴里出了满满的幸福感 也能感受他们为料理付出的用心 记着不停阳正夜采访报道